大家好,我是陳叔公 今天來玩完美世界W 完美世界是一款有著20年歷史的經典遊戲 當初2006年推出的時候 我有玩過,代言人還是林志玲 而且那個年代的遊戲可以在天上自由飛行 是超級創新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這次還增加了全新的橫數屏切換功能 而且手機跟PC全平台互通 畫質是相當期待 那我們就馬上來玩玩看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個遊戲的種族職業 一共有三大種族,八大職業 這一隻很像精靈的感覺 好大 不是,我是說眼睛很大 羽靈長得一副森林系的樣子 然後他是治療輔助 也就是奶媽的意思 那下面還有其他種族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第二隻 這一隻 哎呦,弓箭手對不對 還有翅膀 看起來就超級強 這一隻是羽芒 是輸出機動的職業 就是羽族裡面的傷害擔當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些職業是可以切換男女角的 這個就是男角 哎呦,長得也是很華麗 很帥哦 接著我們看到人族 哎呦,這是女角 也是很漂亮 整個建模 我覺得很精細 那這隻是法師 他是輸出爆發性的職業 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接著我們看到人族的第二個職業 哦,這是長槍 很帥很帥很帥 這隻是武俠 是輸出控制性的職業 他的傷害也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還有控制的能力 應該也是蠻強勢的一個職業 接著我們看到第三個 哎呦,這個長刀 在沙漠裡 感覺是輸出很高的角色哦 這隻叫刀叉 是輸出群傷的職業 傷害也非常高哦 那我們切一下女角看看 哇,女角太香了吧 這個穿著 哦,太漂亮了吧 有一種神秘感的感覺 哇,超級的好看哦 那這個刀叉呢 是完美世界W全新的職業哦 那其他的職業都是完美世界IP的經典職業 但是所有的職業的外觀 都做了全新的升級哦 所以這次看起來都非常的好看哦 接著我們看到妖族 哎呦,從遠方飛過來 那是雙刀耶 很像刺客的感覺 這個職業叫做妖刀 輸出擊殺的屬性 也就是收頭非常的強啦 輸出也是很高哦 接著我們看到第二個職業 哎呦,有一隻狐狸飛過來 哇,很可愛 還有獸耳耶 它是輸出簡易的職業 就是給敵人Debuff啦 那這個外觀非常的可愛 這個職業就蠻適合女生玩的哦 再來第三個職業 哎呦,老虎 變身為人 哇,獸人 非常暴力的感覺哦 這職業是妖獸 是坦克 追擊的職業 生命力非常的高 也就是生存力很高啦 坦克是一個遊戲裡面很重要的職業哦 那妖獸也非常的符合坦克的形象 那我當然是想玩一下最新的職業 刀叉啦 那刀叉女角超級超級香哦 但是考慮到可能會認識到一些小姐姐哦 所以我還是選男的好了 比較有帶入感哦 捏臉的部分也是有非常多選擇 還有妝容 身體的強壯程度都可以做調整 好,那我們看到這就是遊戲的主介面哦 是素版的 那其實呢 也可以切換成橫版哦 直接一鍵就可以做切換了 設定裡甚至還可以設定成懷舊模式 懷舊模式就很像以前PC版的玩法啦 快捷鍵都集中在下面 所以這次全平台互通的話呢 這個懷舊鏡面就相當適合PC版玩家使用哦 再來的話呢 說到可以自由飛行 手遊版一定也可以 我們直接點右邊的翅膀 就可以飛上去了 想飛多高 按多高 那空中甚至也有一些怪物可以打哦 可以在天上自由的遨遊 這個畫面跟以前比起來甚至是進化了哦 甚至一直往上飛上去 哇 還可以飛到雲層上啊 太讚啦 那除了陸地跟天空以外呢 我們甚至還可以上天下海 大家可以看到 還可以繼續潛下去 哇 海底世界啊 而且海底也是有怪物可以打的哦 海底也是有一些珊瑚礁啊 海草 到處都可以去 我覺得自由度超級超級的高 再來就是啊 對比起以前的完美世界 手遊當然是有這個組織線 然後可以自動巡路 這樣就非常的方便哦 接著還有掛機系統 讓你解任務啊 練功都不用手動去練哦 像我就是自動擋 有自動一定不手動哦 然後戰鬥的節奏也會比較快 所以不干不克 玩起來就比較不會有壓力哦 然後再來講到這遊戲的基本玩法哦 我們看到強化 這邊的話 武器精煉就是花幻仙石 那換裝備的時候 這個精煉等級 都會做轉移 無損繼承 所以可以放心的去精煉哦 那精煉一整套 到達加5啊加8 都會有額外增加能力屬性 所以要精煉的話呢 就是一整套的精煉上去了 再來我們看到 捐克 捐克可以再進一步的 強化能力屬性 一樣都會有共鳴 額外的能力加成 魂石部分的話呢 可以用銀元寶購買 鑲嵌上去 就會提升能力 就是一個寶石的系統啦 接著來看技能 技能的話呢 可以消耗元神跟銀幣 直接把它升級上去 提升戰力 然後這邊會有足跡 靈虛這些的 提升這些修增境界 就可以解鎖更多的技能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提到 再來還有仙魔的技能 也有生活的技能 那解鎖技能就是從修增這邊 我們只要達到一定的等級 就會提升哦 那提升上去呢 除了解鎖技能以外呢 還能解鎖這些被動能力 花銀幣 就可以把它解鎖 會提升更強的戰力哦 好 再來大家看到這邊 這邊是活動 活動有每日必做 這個很重要哦 除了你完成這些任務 會有活躍度 可以領取上面這些獎勵以外呢 很多副本 也是在這邊做挑戰 像這邊 有一些副本 是可以獲得裝備 有些是經驗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珠天浮屠塔 這個就是一個推塔的玩法啊 一層層推上去 就可以獲得一堆獎勵哦 我們這種 MMORPG 還可以結合這種推塔的玩法啊 也是相當的有趣哦 打贏之後 也可以繼續前往下一層哦 哦 怎麼回事了 這塔怎麼風雲變色啊 好像是遇到王了哦 哇 果然是遇到王了 這隻王蠻帥的哦 斷首騎士 會用隕石進行攻擊 還好我蠻強的 應該是打得贏 可以 OK 沒問題 最後一集 哇 打完就獲得一堆獎勵耶 水啦 那有些是主隊多人的玩法啊 當然也有單人的玩法啊 有些是簡單跑跑任務 就可以獲得大量經驗哦 比如這個取別增換別墅 或者是這個巔峰對決 就很像一個PK場的玩法啊 其實玩法非常的豐富 這邊挑戰 也有更高難度的主隊副本 接著我們看到幫派哦 幫派的話呢 有相當多的活動可以做參加哦 那跟幫派成員土隊 一起去挑戰副本啊 還會有一定的加成 然後生活技能 也是用幫共去做提升的 被幫派相當的重要哦 遊戲正式推出 我一定也會開個幫派 跟大家一起遊玩哦 好啦 以上就是 完美世界W的職業介紹 跟遊戲的系統玩法介紹哦 那整體玩下來呢 我是覺得可以單手玩 MMORPG真的很棒哦 單手就可以操作 比如在搭捷運啊 或者是手有提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玩這款遊戲哦 那自動戰鬥掛機 也適合休閒玩家來遊玩 輕鬆跑上手 對比起之前的完美世界的話呢 是做了很多的優化 所以我蠻推薦 大家可以趕快去預約一下哦 現在預約就送 S級時裝 璀璨王朝 A級坐騎 三尾狐 還有機會抽取 外星人電競筆電 iPhone15 PS5等豪華獎勵哦 那我之後 也會更深入的遊玩 有更多的發現跟心得 還會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記得去預約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